股市現在是由黑來翻紅 剛才一度回到了平盤之上 目前是小跌了三點 來到一萬六千兩百四十六點 今天盤面上電子全職股 老大哥都休息 中小型股真的好活潑 尤其是mini LD族群 在蘋果要來發表春季新產品的帶動之下 整體族群今天非常明顯的轉強 是否代表說mini LD族群 在大盤震盪的過程當中 要準備接棒了呢 馬上連線給分析師許峰璐老師午安 明星各位全部都這邊有大家午安 老師其實我記得三月份跟你連線的時候 你就曾經提醒大家 果有一個族群在三月份 應該是有機會接到電子股資金的水位 開始要往上來接棒 那就是mini LD族群 果不其然其實蘋果的發表會 一直有消息出來 今天最新傳出來說 有可能蘋果的發表會 會從三月十六號延到三月二十三號 會發表的包含有iPay Pro AirPods跟Apple TV等產品線 大家最關注的就是iPay Pro的新應用 也就是mini LED族群 好 晶貼2426的頂元呢 剛才呢是大漲公道的亮燈漲停 頂元從K線的觀察 這一波走勢非常的強勁喔 從音樂趣來呢 就一直的慢慢的往上墊高 另外一檔呢 是風怒哥已經提醒很久的 就是6706的惠特 好 惠特呢 之前的前波高鐵 大概是170多塊錢左右 在170多塊錢回檔修正之後呢 今天呢在底部有一點點出量轉強的味道 我想請教一下風怒哥 假設說如您所言 三月份要看mini LED族群接棒的話 我要找這個強勢創高的頂元 還是說呢 底部今天放量的惠特 有機會往上來 好 我想其實最近的台北股市啊 我認為投資朋友 先不要把指數放太中間 然後就個股擺中間比較重要 先避開法人高持有的全職骨 然後去選有題材或是骨架 相對落後的族群 好 這個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看今天盤面最強勢的 電子族群只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IC設計 一個是LED 好 IC設計今天又傳出來 驅動IC受惠手機跟面板 試況火熱 漲價需求待起 今天的一個敦泰 6129的一個普城 4961的一個天域 還有像3141的驚恐 都拉到漲停板 那其中裡面最強的是不是我之前跟大家報告過的 鴻海集團的劉安伟概念股 6129的普城 它是創134個月新高 這檔我是一次又一次跟大家強調 低檔布局後世可期的黑馬股 光是最近一次推薦是1月26號 從那個時候算波段的漲幅有71.5% 從第一次我7.67元 去年跟大家報告的時候 已經大漲超過282個% 其實這就是投資朋友 你去利用生活選股 创前部署的一個成果 那當然今天另外重點就是剛剛明所說的 蘋果它準備要發表新產品 全面採用miniLED 所以今天相關的概念股 2426的頂元 其實在這一波就是最強的miniLED概念股 那主要原因是 大家如果仔細看一下 這就是獲利跟營收成長的一個關鍵了 因為頂元去年前三季就賺8毛7 我問各位 你現在看到 說這個是合併館的一個負財 去年是怎麼樣賺 3714的負財 其實去年並沒有賺錢 對不對 好 那重點就在於說 既然題材進來了 最賺錢的東西當然先走 那我認為在這邊持續在漲停 大家也追不到 也不用去做追價 我們上禮拜跟大家報告過 像惠特 那今天是爆量 開始往上走 今天他 我認為 這是一個底部起漲的一個波段起漲訊號 我認為都是沒有可以直接做觀察 為什麼 你看他這一段的指數位置 股價的位置其實是在13000點附近 指數其實在創新高過程 根本沒漲到 但是它是屬於最上流的設備 重點是我上禮拜就跟大家講說 你看他的財報你會嚇一跳 因為元月營收3.78億 二月營收3.99億 二月的工作天數只有一月的什麼 二分之一多一點點而已 他營收來創新高 而且比去年同期還成長了29% 那當然這些股票其實上禮拜 我老早就已經跟大家都報告過了 我今天要幫大家再找到的是 它在這一邊的一個族群裡面 都相關再往上走 那迷你LED除了三星應用之外 還有一個部分 它會應用到的是 所謂電動車的一個方面 那根據專業機構LEDinsight的報告 2023年全球車用LED的市場產值 會達到42.1億美金 所以我在現在 看到這些的一個迷你LED的概念股 我在提之前都已經大漲過了 那我希望再找到一家新的 我沒有提過的 那這家公司它就是 大股東是已經加入MIS的 泛洪海概念股融創 而且它這一家公司的一個 迷你LED的技術 跟融創做垂直整合 更重要的是這一家公司 已經領先很多公司 公佈去年Q4的財報 不只是季增年增三綠三生 同時它第四季單季已經獲利0.3元 創25季的新高 二月營收延續第四季的氣勢 年增94.95% 那這家公司就是 融創旗下的MINI LD廠 4956的光宏 好 我先跟大家來報告 其實今年我認為 相關的一個集團股裡面 紅海集團一定會是最強 為什麼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近期全市股 不管是居然雙股在回檔 或者是已經在休息的 這個面板雙股 好 電子還能夠在這邊有 反而持續不斷進駐 整體成長的一個大族群 會在哪裡 這在紅海集團 好 紅海最近的股票是強過 那個集團的一個指數 這個股價是強過一大盤 而且投信跟法蘭一直滿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旗下集團的更強 6129的補程 是我之前跟大家報告過的 今天職業公道長 還有像4961的一個天域 也是它集團的一個概念股 也都還在漲 那相關的集團概念股裡面 MiniLED的一個股票裡面 有融創 就是加入到它相關的一個族群 那我看了一下財報的部分 融創其實到去年 已經公告的營收裡面 去年前三季還虧損0.75元 可是我一看一下 融創旗下的這一家公司 4956的光紅 它不一樣 它去年第三季 其實它就已經是轉虧為盈 第二季 第三季都轉虧為盈 第四季賺0-3元單季 所以它全年度是賺0.16元 那是不是在這邊來講 是相對具備有MiniLED的一個技術 而且量產能力 然後位階相對低 那我再做一個比較 跟它的一個副爸爸 這個融創相比的話 它的鏡值比它還要多 它的鏡值有18.22 那融創的鏡值17.96 但股價 這個光紅就明顯 落後融創很多 再加上說股本的部分 光紅也比較小 10.4億 然後融創有14.45億 那你再去看一下 霍利的部分我剛才已經先提過 然後營收的二月成長 哇 光紅不得了 它一月份年增是80% 二月份維持高檔 年增94% 一月1.4億 二月也是1.4億 這就是說我提到一個重點 當你二月份的營收天數 只有一月份的二分之一 多一點的時候 你營收跟一月一樣 那表示這個市況真的來了 所以我認為這是野火燎原 所有的一個迷你LED 相關的題材股 我認為都會有一段 比較大的一個漲幅 那在這裡面 我看到的是融創 不管是它的一個股本 不管是它的籌碼 不管是它的一個技術面 還有就是它的一個產品 其實不僅僅在迷你LED 這個部分以外 它還有所謂的一個UVC LED 是叫防疫商機 那這個也是相關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防疫概念 很重要的新的一個觀念 所以我認為 又具備有防疫的 這個UVC的一個題材 最近我看到整個市場 我們看到好多變異的一個病毒 那UVC LED是很確定 已經被世衛機構指定說 這個是可以真有效殺菌的 所以我倒認為 有這麼多的一個題材 再加上車用相關的一個 LED的一個使用也在增加 那麼光宏以它現階段的一個位階來看的話 我認為它比較像我之前 還沒有大檔創新高之前 跟大家先報告的一個頂緣 它在進行整理 可是它最近剛剛開始 是在出量往上走 前部的高點 我認為以它現階段的獲利能力 跟它未來的題材 都知道你應該可以好好去做留意